比利时信条 第十三条 上帝的护理 我们相信 这同一位上帝 在创造万有之后 并没有放弃他们 也没有把他们交付命运或偶然 而是按照他圣洁的旨意 同管他们 所以 如果没有上帝的指定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尽管如此 上帝既不是罪恶的创始者 也不能把所犯的罪恶归咎于他 因为上帝的能力与良善 是如此伟大 不可测度 即使魔鬼和恶人 实行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上帝仍然是 在以他最卓越与最公义的方式 吩咐并施行他的工作 因此 对于上帝所行的 超出我们的理解的事 我们不可因为好奇之心 而妄加测度 超出我们的能力 所许可的范围 我们 当以极其谦卑和敬畏之心 来遵从上帝 向我们所隐藏的公义的判断 并以身为基督的门徒为满足 只学习那些上帝 在其圣经中 向我们所显明的事情 不可越过圣经 所显明的界限 上帝护理的教义 为我们提供了不可言喻的安慰 因为这教导 我们没有任何事情 是因为偶然而临到我们 相反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都是出于我们极其恩慈的 天父的安排 他慈父的关怀 眷顾我们 一切受造之物 都处于他的全能之下 没有我们天父的旨意 不管是我们的一根头发 还是一只麻雀 都不会落在地上 我们深信 上帝约束魔鬼 和我们所有的仇敌 没有上帝的旨意和许可 他们无法伤害我们 因此 我们拒绝 伊比纠鲁派那可证的错谬 他们主张 上帝什么都不管 任凭万事 由偶然来决定